瑞瑟第四届蜜香红茶评鉴比赛在今天隆重登场了 而今年总共有109的参赛茶样点 接受专业的评审团的官能评点 竞争相当激烈 而最后评鉴出八金十四银十六桶的奖牌额 其中东森茶行在八面金牌奖项中 一人独得了五面金牌 堪称最大赢家 而茶楼娘端开心感谢 更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有机蜜香红茶的金牌好滋味 台东茶家厂三位专业评审 针对109个参赛茶进行官能评鉴 初步淘汰20多个茶样点后 晋级决赛的茶样点 评审团就茶精外观 茶汤色味与口感进行官能评评 这一次的茶 我认为可能因为我们节气的关系 还有油气关系已经蛮多年了 所以都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香味出现 像今年比较特别是里面出现蛮多汁 除了蜜香之外还带有桂花香的 还有一般水果香或是其他的花香的 那我们在金牌的里面的话 就是有一些的那个香气非常的高氧 那喝起来蛮多想象空间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 经过一整天的官能评鉴 瑞士香第四届有机蜜香红茶 评鉴比赛结果 评评出了八金、十四银、十六铜的奖项额 而其中东森茶行表现作为突出 金银桶总共38面奖牌就南瓜了16面 尤其总共8面金牌奖额 东森就拿下了5面金牌过半 堪称含金量最高的一位 评审老师讲 这个有时候天时地利 当然我们在加八斤 当然茶的滋味、香气各有不同的香气 真的也是要感谢我的自茶团队 我儿子他们最后把关的 当然就是我会帮他们后面的后制的烘焙 就是欢迎如果分享出去的话 欢迎有喜好蜜香红茶的好朋友 都可以来随时欢迎品尝我们的金牌奖 年儿端开心感谢也欢迎大众分享品名 这届有喜蜜香红茶的金牌滋味 而相较于自然农法 有机栽培的茶产量少 也因此瑞士香农会争对了这一次的得奖茶 也制定金牌奖一斤三万元 银牌奖为两万 铜牌奖则是一斤亿万二 另外获得优良奖项的有机蜜香红茶